小雪岛 鸣静成名 长风无尽时 人世有欢宴 新店居民刘国全 积成了家里的百年熟食老店 延续古法 传承了分宜美味 柳国全 放入大茴 桂皮 生姜 等二十多种配料 二号 将一块块牛肉 放入铁锅里 看起来极为质朴的五香牛肉 实则安藏许多细致功夫 牛肉原料 采用瘦儿香的水牛大腿肉 柳国全 将它们切成一斤左右的小方块 雪白的花茎横切面 有着层层美丽的激励 我们家这个牛肉组成 在一月一百多年开始 小时就起点 我们家家里开始出产了 慢的时候 就是到大时 进入冬业 拉业 就是高分期 我们必须在这时候 全部要够成 一定在做四个 做五个牛肉 改个三个 两个比较重一次 烹调牛肉 将就小火慢煮 两小时后 带闻到唇香 刘国全凭借几十年的经验 手握筷子戳动 拿捏牛肉的熟烂程度 我们这一股牛肉 大概一百斤七十斤 这一股牛肉 起码的程度 马上就起锅了 一股牛肉 整个人吃了 做到三个多小时 我们今天已经做四个牛肉 大概做到下午三个多钟 冲锅后的牛肉 还未到最佳上位时期 还需继续浸泡在 逆质的卤子中 两天以后 一顿美味才得以形成 对老味道 百年来的坚守和传承 全在这一盘牛肉里 此时的牛肉 将比起色 吃起来念而不腻 暖意涌上心头 一种美食 饲养一方人 踩下舌尖 留上心头 吞上嫩滑咸香的牛肉 储备多日里的能量 今后京东 第一场雪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